滾滾泥水不斷上涌 民眾只能合力将汽车 推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连续三天暴雨引发洪水 在巴基斯坦部分地区 造成将近50人丧生 有些是被倒塌的房屋压死 还有些农民在收割时 遭到闪电击中 当局已经宣布 西南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邻国阿富汗 同样因为季风带来豪雨 引发洪水肆虐 累计至少33人罹难 还有更多生命危在旦夕 我们对疫情感染大约 我们在互相应急状态 我们在互相救新疆 我们是在互相担心 还未经过疫情感染 最后还未经过疫情感染 我们可以遭到疫情感染 我们就收割了 我们就会遭到疫情感染 但是不太好 現在也走過了 似乎開始是安靜的 想說 來到西亞地區 阿曼各地大雨 引發山洪爆發 甚至有校車被捲走 造成至少17人罹難 巴林首都也因大雨 導致局部淹水災情 所幸並未傳出人命傷亡 大愛新聞 江玉婷編譯